在江南西湖边上画了一幅广广 去年很多同行朋友都改行了 因为对旅游已经失望了 就没有办法有干快递的都有 今年好多人就回来了 又再开始带团了 虽然说这个旅游因为限制人流 比以往年19年之前可能稍微少一些 但是有团带 我们一下北京的机场 我们就觉得北京的防空还做得非常到位的 我们杭州相比较而言 没有北京这种机场各方面的这种 机务人员或者是清洁人员 他们的防空更到位一点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 在19年18年的时候 每天到的散客大概是最少一辆大车 甚至两辆三辆都有可能的 现在有时候是两天批一辆车 就是人数还是 从人数团量是没有少的 但是每个导游带的人数少了 而且它要求现在每个车的空多率要求比原来也高 就是因为防疫情 都是还比较资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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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31号的 我觉得整体上的恢复是毋庸置疑的 就是其实我们无论是从身边的人的这个情况和大数据的反馈来讲 大家其实都是有旅游需求的 尤其是在这种比较紧张的氛围之后 其实是大量的需要去做放松和休闲 来去提升自己的这个休闲感和幸福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上的反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点撞的 点撞的继续的这种疫情会影响到一些目的地的出发的情绪 磁面店 给我们留下的一种地的 好口罩 第一话 我还提升自己的 最后去了 一会儿 就可以再发放 上游入 现在 只能去 专门 还有 小村 下面 在 还是 接来 副 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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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事情是非常控制的,每个人都有医疗的医疗,你知哪些疫情,所以你知哪些地方要避免 我自身体感到非常安全 其实很快的就恢复到了一种 我们都没有想象到的 一种报复性的消费 从五月份之后 可能是更多的需要 这个季节可以出国旅游的 那些朋友们都选择了国内 所以也没有太多 让他们就摆脱现在的生活方式 就是摆脱现在的环境 有的消费场所 我觉得胡同里逛逛咖啡馆 闹市区里边 自己给自己休闲一点的时间 这样的消费可能是 真的是一下子就多了很多 我们一个幼儿园是这样的客户 看上去大开客户 这个境外输入的Delta开始流行了之后 现在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候吧 然后北京这边的防疫标准也在提升 所以我们心里有大概的一个预期 就明显的从上个周末到今天 上个周末到今天 这三四天的数字 电人来的客人也会减少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又是一个 长期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次我们可能比上一次 更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了 去年这个暑期大家的状态是没有经验 我们是面对疫情防控的新手 所以我们整体来讲 实际是陌生的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观望中去防控 而且也是很担心很害怕的这种感受 但是今年呢就是大家有经验了 其实今年暑期的旅游原来的预期是可以快速回血的 然后又培养一部分新的供应商的样子 但现在看起来还是挺波折的 那也是希望疫情能够快速的恢复 然后我们其实也有信心我们国家的防疫可以把这个疫情控制到最小的传播范围内 然后快速的让我们可以再有机会可以赶上一些暑期的尾巴 或者至少不会影响到十一的这个旅游环境 这个外面一半啊 这边一半啊 这边就这么想 一半时间就会 一个人的双方 embassy上 似乎 ス inflictинг 有来 那个人的双方 我 跟一个就 是 你想 这是 敢 我 都 感谢观看